即將為您示範的是Tablet Remote Tablet Remote是一個程式可以讓您用Android手機控制Android平板 使用方法很簡單 在手機和平板安裝Tablet Remote程式之後 在輸入法的部分必須啟用Tablet Remote 並且選擇Tablet Remote輸入法 然後再使用藍牙將手機和平板做配對的部分 然後配對成功之後 你就可以用Android手機控制Android平板 那如果你在配對的過程當中一直跟你講說有錯誤的話 請到管理應用程式 把Tablet Remote的強制停止 然後再重新進入去做配對的部分 這個步驟 我現在這邊示範的是 升級到Android 4.0.3的Nexus S 跟升級到Android 3.2的SA500 那配對的部分我們就不做展示了 我們直接展示影片的控制部分 好現在目前是靜音 我從手機上滑動 我從手機上滑動你可以發現 平板上面出現音量的調整 但我手並沒有碰到平板 我完全都是在手機上去做操作 好你一定不相信 那除了這個控制音量的部分 我的亮度也可以調整 不過呢這裡是一些小BUG 它會跳 畫面會閃動 但是平板的確是有變暗變亮的 的確是有變暗變亮 好 然後我們可以回首頁 我完全沒有碰到平板 我完全沒有碰到平板 那我可以搜尋 好它就變搜尋了 那我可以再返回 OK好那展示就到這邊 謝謝